这个男人正在欧打自己的妻子 要是你知道这个女人做了什么 也会拍手直呼打得好 男人叫雷 是个房产公司老板 帅气多精 发现前妻绿了自己后 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离婚 恢复单身的雷 在女人中非常受欢迎 这天雷正当被一个女人纠缠 准备转身离开时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 轻瘦优雅的红裙女人 还将红酒撒在了女人身上 雷赶紧向她道歉 而女人误会她在和女友吵架 气愤地转身就走 尽管女人对雷印象非常不好 但是雷还是被女人的美貌深深吸引 第二天雷在超市购物时 两人再次相遇 女人名叫丽娜 她主动为那晚的态度向雷道歉 丽娜一身牛仔装扮 显得更年轻有活力 她成功俘获了雷的心 结账时 雷主动约她一起吃饭 丽娜爽快地答应了 席间丽娜主动提起了自己的遭遇 她原本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副总 正要升职的时候 遭到了总裁前规则 丽娜不同意就遭到了封杀 所以就辞职来到了这里 雷很同情她的遭遇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吃完饭后 雷更是一直将丽娜送到公寓楼下 分开时雷久久未能回过神来 第二天 雷就打电话给好友 查找丽娜的来历 但是却没能查到任何信息 于是雷一直在她家楼下等待 想要制造一场偶遇 然而雷看到丽娜和一个男人手挽手地出现了 临别时还热情地吻别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雷暗响了门铃 表明来以后 丽娜开了门让雷进来 雷开门见山想弄清她和楼下男人的关系 丽娜说那个男人是她哥哥 雷这才放下心来 而此时丽娜却对她表白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雷直接症着了 当晚两人就确立了关系 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 两人就迅速赏婚 婚礼上 丽娜只请了两个朋友 并把他们晾在了一边 自己却跟雷的朋友玩得欢快 雷一直沉浸在幸福中 所以并未察觉不对 不久两人的孩子出生了 这一切是那么的幸福美好 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 让雷感到不对劲 男人的妻子正在打电话 可每次打电话 只要男人一靠近 她就迅速挂断电话 丈夫问是谁 她立即说是闺蜜 妻子的反常行为 让雷对丽娜有了一些怀疑 晚上睡觉时 丽娜却不让雷碰她 两人在餐厅吃饭时 一个女人叫着倩倩的名字走向丽娜 而丽娜则表示是她认错人了 这加重了雷对妻子的疑惑 这天雷和助理聊天时 意外得知助理和丽娜 曾就读同所大学 下班回家后 雷和丽娜聊天提及此事 丽娜却对学校的事毫无印象 这下她觉得妻子一定有问题 第二天一早 她趁丽娜洗澡时 在她包里翻找 发现了酒店的火柴盒 雷没有当面质问妻子 她假装出差来到妻子的老家 拿着丽娜的照片 就开始四处打听 一个长发男说认识丽娜 声称自己是她的前男友 因为丽娜闲凭爱妇离开了她 接着雷又找到了丽娜的父母 老两口非常亲切和善 并不像妻子口中所说的非常恶毒 雷把父母接回家做客 阿珍看到后直接愣住了 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假装很热情地欢迎父母 晚上丽娜就向雷道歉 承认欺骗了雷 她改名换姓是因为家庭出生不好 怕雷会嫌弃她 听到妻子这样说 雷也心软了 于是两个人重归于好 很快丽娜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可朋友却说孩子并不太像雷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雷再次起了疑心 直到一个周三下午 丽娜错把信用卡账单寄到了雷的公司 全是酒店的消费 而且每次都是周三 今天正好是周三 她赶紧让助理打电话给酒店 果然查到妻子今天订了房间 想起上周三丽娜一天没接电话 她感觉自己头顶绿油油一片 愤怒的雷立即赶回家中质问妻子 面对雷的质问 没想到丽娜非但不害怕 直接坦白承认了 这个女人简直是扎女界的天花板 她利用自己绝美的容颜和傲人的身材 迷的男人神魂颠倒 嫁入豪门后就原形毕露 亲手将丈夫送进了精神病院 面对雷的质问 丽娜非常痛快地承认了 感觉被绿得发黑的雷 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丽娜坦白每天跟她通电话的 其实是个男人 且出轨的对象就是雷认识的人 连孩子也不一定是她的 雷实在是忍不了就打了她几巴掌 然后离家出走了 等雷再次回到家时 而雷马上就被警察抓了起来 丽娜的脸上出现了大片瘀青 雷被指控家暴并患有精神疾病 就这样雷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听证会上 妻子拿出了她家暴的证据 照片上可以看出 丽娜的脸上有明显的瘀伤 心理医生也表示 四年前开始 她就为丽娜做心理辅导 能证明她身上的伤就是雷打的 雷没想到表面单纯善良的妻子 内心是如此的恶毒 雷彻底失控 冲过去要对丽娜动手 这下更坐实了她的精神有问题 就这样雷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但是雷并没有放弃 她想到了妻子的劈腿对象是律师朋友 于是雷找来了律师的妻子 律师的妻子也想到前不久 丈夫买了一套别墅 但是以她那点工资连首付都不够付 雷让律师的妻子帮忙 给丽娜打电话 说她的计划虽然很完美 但是有一个大漏洞 果然丽娜忍不住来医院找雷 雷设计让病友引开看护 雷把妻子带到一片草地 丽娜也坦白了一切 就是为了雷的全部财产 雷对她说你最大的漏洞就是把我逼疯 因为精神病杀人不用负法律责任 说完就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就这样 丽娜因为自己的贪念 最终死在了雷手中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次见